我们在街上采访了一些路人 问他们是否了解藏红花 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真实第一印象吧 藏红花其实是指藏红花里的花柱头部分 经人工采摘后烘干 便可以用作烹饪香料和染色剂 还可以当作草药补品及治疗使用 这个最好吃akel 这是最好吃的 会吃点比较的 没了继续,就像一个 serving的 这种味道太一样 因为我喜欢太一样 很难点 很棒 很喜欢 我很喜欢 很喜欢大家的东西 我觉得 闹闹闹闹 puts到她的 我还知道我的妈妈是用了了,吃 我还买了ark Dios 我还是想要负土吗 但既然是新鲜 它是很软 剂的 味道很像 她喜欢蜡蜡 我每天吃得好 她会用一点的沙发 然后它味道很好 从地中海 中东到拉美 印度的菜品 无论是主菜还是甜点 加入藏红花 都能让美味激争 跟茶和咖啡一样 藏红花也会根据原产地 分为不同的口味和香气 波斯藏红花 能以自信带来 混合了甜味 泥土 及辛辣的味道 还会散发出花香和果香 这也让它更加耐人寻味 当然 藏红花的用途 不仅局限在烹饪 千百年来 它一直被用作草药补品 医师用于治疗 最近还被用作抑制药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使用藏红花 购买时 你都要确保货源的可靠性 Massalle's Saffron 是一家由家族经营的精品店 筛选藏红花时 我们的眼睛和鼻子都很敏锐 除了对外观的辨识 还会透过其独特的芳香 对藏红花精挑细选 我们会直接从农民那里采购藏红花 接着进行指检和实验室分析 确保我们买到的是藏红花极品 以及采收年份 最近最新鲜的存货 对你来说 藏红花闻起来和尝起来 是怎样的体验呢 你都用藏红花来做什么 记得在下面的评论区 跟我们分享哦 感谢收看我们的视频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留言评论哦 在这个系列 我们还会发布更多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 希望为你提供更多的资讯 欢迎访问官网 了解更多关于藏红花的信息 感谢观看